大陸一款進口台灣的螺絲粉 包裝上寫我是中國人 被激進黨爆料 有統戰意圖後 經濟部要求各平台全面下架 但有綠營自家人炮轟 中國人三個字 你當洪水猛獸 真正危險的 你怎麼不怕 非但襲擊台灣還嚴重 難怪被台灣社會瞧不起 問我炮轟吃幾包 寫中國人的螺絲粉 就會被統戰笑死人 難道我吃個統一炮麵 也可以反攻大陸嗎 中國人這三個字有多可怕 過去蔡英文自己這樣講 蔡英文自己可以講中國人 別人一講就變中共同路人 更好笑的是 蘇貞昌搞去中 卻又哈中自比是明朝大將 袁崇煥 藍軍炮轟又夠荒謬 現在意思是說全台灣人 大家都不可以講我是中國人嗎 講我是中國人 這五個字有違法嗎 我看現在蘇貞昌 很喜歡當中國人 他不是自比為是中國的名將 袁崇煥嗎 民進黨的大官們 都可以當中國人 然後老百姓不可以當中國人 買一包面上面寫這幾個字 就會怎樣 台灣就會被赤化了嗎 大陸走私貨一箱 偏偏你寫了中國人 換來瞬間爆紅立刻被抓 一包中國人螺絲粉還沒炮 已經飄出濃濃的政治味道 既然晨晨帽黎玄台北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 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